看看新闻榜 你带来一段日文的开头 对 我之前有在日本留学四年半 带来什么样的才艺展示呢 我希望台上某一位男嘉宾 跟我一起合唱一首歌 不知道可不可以 我们的唱歌最好的就是齐翰了 可惜不是他 那是谁呢 可惜不是你 刘硕 9号 刘硕 是因为一个多月以前 我在南京西路上跟开相向而行 擦肩而过了 我觉得这是一种缘分吧 所以我希望今天能跟他一起合唱这首歌 唱什么歌呢 《你最珍贵》 本情是可最美 真是给不累 太多的爱怕醉 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憧悴 我试着在你眼里沉醉 这首歌 你这首歌 我穿过黑暗 我愿意这条心不相守相随 你最珍贵 谢谢刘硕 不关了 现在面对镜头 留下你炫白自信的笑容三连拍 准备好 开始 一 二 三 怎么笑得有点勉强呢 来 还有请 在此之处之上呢 要问一下你愿不愿意截下面具呢 我想先留个悬念吧 好 孙祝你的选择 好 那么下面这个悬念 现在要揭露了 你最吸引男生是谁 最吸引男生暂时保留 你不告诉我们 稍后再揭晓吧 那你能告诉我 你最不吸引男生是谁 原来是这位 Game Over 来 第一印象如何 你这边你好 你好 我对你第一印象不是很好 因为你刚刚选的那个才艺表演 那首歌是我的银歌 你们要选我唱 这样的啊 那下一次你跟我稍微 那个眼神一下 我就选你了嘛 太加速了 有机会了 谢谢 谢谢 你好 我想说我特别喜欢日本动漫嘛 动漫里面就是很多配音都特别好听 我很喜欢你的声音 谢谢 因为有声哟 对 声哟 有句日语你肯定听过 男人是很困难的 可能是很困难的 这个翻译一下吧 像是一个电影的名字吧 叫《大丈夫日子不好过》是吧 作为一个高中学过日语的人 我就记住这么一句 所以我觉得现在用在自己身上特别合适 你好 我是阿拉西 我是伊朗人 这里的人真是日语好强哦 花博我觉得语言天赋特别特别强 对 我很棒 不仅会日语 我听他说过还说过韩语 法语 中文 上海话 我在想这样的男生会不会让人觉得心也比较花一点啊 有人这样说过你吗 我觉得他应该不姓花 姓花心大萝卜的花吧 有可能可以这么说 是不是哪个国家的女朋友都交往过呀 对 她交往过韩文女朋友这倒是 超赞的嘛 让我们再看一头一下 进步了解她 我叫肖玲 今年27岁 来自上海 日本留学期间我成绩优秀 我的个人资料信息 作为前辈寄语 登载在日本梅花女子大学的网站上 我也是个吃货 看不出来吧 我一次可以吃30碟寿司 你可以吗 来挑战我吧 说到我的感情经历 目前为止有两段 让我最刻骨铭心的 是第一段感情经历 那是一段远距离的 当时我去了日本 他去了欧洲 由于远距离并没有产生美 所以使我们这段感情画上了休止符 我则有标准是小眼睛 白皮肤 能有宽厚的肩膀让我依靠 就像佟大伟那样的阳光大男孩 那就最好了 来 我们再通过四张扑克牌 进一步了解他 是大阪经济大学的硕士 现在在手机游戏公司 担任市场部经理 爱好广泛 除了游泳 注重细节 除了游泳你不会 现在都还会 对 游泳的话 我是有学过三年到四年 然后我就是下了水 就对水有一种恐惧 我都感觉说上辈子 我是不是被水给淹死了 常常纠结 对 你是一个强迫症吗 不能算强迫症 只是说特别注意那些 很细小的东西 例如一个人的话 他应该要站有站向 坐有坐向 好 再往下看 恋爱过两次 因为异地和太听妈妈的话 而分手 对 这异地可以理解 什么叫太听妈妈的话 谁听妈妈的话 就是前一个男朋友 他特别听他妈妈的话 就是属于报告制的 就比如说 几月几号几点钟 我要跟谁谁谁 一起出去吃饭 吃完饭了以后 我们要干嘛 干嘛了以后 然后看电影 看了什么电影 几点到家 如果十点不到家的话 他妈妈的夺命 连环靠就会过来 我特别受不了这样子 但是他希望他的男友 是个小眼睛的阳光大男孩 对 我觉得这个小眼睛的阳光大男孩 我们都很难 就很不是了 但这个很容易做到 你看眼睛不小 可以这样 哇塞 突然变帅了 这样就是小眼睛的 阳光大男孩 你不觉得很丑吗 没有啊 我觉得特别可爱 其实真的 我也觉得在伊朗 这种的男人非常受欢迎 就眼睛越小 鼻子越低 就是越帅 真的 姑娘我想问你个问题 因为你在日本六学四年半嘛 那么你会觉得就是日本男生身上有没有 比如说他比较吸引你 或者说你觉得比较优质的地方 希望你将来男朋友身上有具备的 我觉得他们做事会比较认真 你是个认真的人吗 我觉得得分情况得分事情 怎么说 因为所有事情你都很认真的话 那不是活着太累了吗 那让我这么说吧 感情 工作 友情 生活 这四块里面 你觉得哪块你应该最认真 哪块可以相对不那么认真 我觉得感情也必须认真 还有呢 你会觉得还有什么不认真的呢 相比较而言 可能工作吧 我希望明天老板看到了 不要来炒我犹豫就可以了 好吧 小脸你好 你好 就是你在日本那么多年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喜欢 你心不心想的日本人 两个老公老婆在一起的方式 因为我知道日本男人都很强势 都很大男人的 你对这种方式 你觉得你是接受呢 还是觉得有点 我就是因为不接受 所以我回到中国了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你如果跟男朋友交往 在两个人的交往过程当中 你希望谁是更占主导地位的 我希望是对方吧 你希望是对方 对 女外面你好 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你 就是说异地恋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舞台上来过太多 因为异地恋而分手的原因 所以说我想问你 从异地恋中 你能体会到一些什么 还有说你感悟到了一些什么 我是一个比较喜欢自由 不喜欢黏在一起的人 所以当初会选择异地恋 我觉得一开始吧 确实是会有距离产生美 这种说法 但是时间一旦长了的话 它会变质 我觉得可能我并不像 我想象中的那么独立 所以最终还是分手了 好 没有问题的话呢 男生们要开始做出选择了 在此之前呢 我要问一下萧玲 愿意在这个时候 接下面具了吗 可以 好 很期待 来 萧玲准备好 三 二 一 请见面 她给了大家一个灿烂的笑容 不知道这个界面 会不会对各位男生的选择 造成一定的影响 来 男生们 三 二 一 请选择 不错 在你的身后 还有五张牌 为你保留着 下面你可以提出五个要求 不符合要求的男生 会主动翻牌 比我小两岁以上的请关牌 27岁 小两岁以上的 三 二 一 请翻牌 谁满不了 这个我们都有年龄记录 再下一个要求 吵架的时候 喜欢翻旧账的 请关牌 喜欢翻旧账的男生 三 二 一 请翻牌 还有要求吗 没有了 恭喜你 因为在你的身后 还有一位男士 在为你守候着 而且在年龄上 他也非常适合你 没错 我们要有请出四号 呼尾 来 笑容上前一步 叶嘉宾 你好 你好 有两点很吸引我 第一个吸引我的 就是你刚才说的 那个爱情宣言 然后呢 你在日本生活和学习过 我挺喜欢日本人的 斯文和精致的 在我们到百里的 女嘉宾里面 你肯定不是长得最漂亮的 但是你的鞋 和你手上的配饰 我看得出很有品质 然后今天我下来表白 还有一个原因 刚才我牌上最年轻的 二十多岁的王嘉明 勇敢地表白了 不怕蜥蜴的困惑 王嘉明的表白感动了我 我觉得我应该 也勇敢地站出来 向你表达一份我的好感 看看你的想法 我觉得 说实话 我没有怎么很多地 了解过 关注过你 所以突然之间 你要我在台上 立刻牵手 我觉得确实有点困难 我觉得感觉还没有到 尊重你的选择 不好意思 谢谢胡贵 谢谢胡贵 请你坐 那么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说你要不要选出一个 你最新的嘉宾 但是小林海当时说 要保持个神秘感 我不选 现在能告诉我们这个答案了 这个人是谁呢 马时俊 我没有记错 我没记错吧 我也觉得我记错了 你不是选他做最不心意的吗 对 我有我自己的理由 能不能先下来一下 来 有请 马时俊 你好 首先我先解决一下 就是刚才就是主持人问到的问题 为什么最心仪的和最不心仪的都是你 因为最心仪是爱 最不心仪是恨 又爱又恨的感觉 只有我自己心里知道 然后你在微博上面我看到你说 你梦到外星人给了你一串数字 16163 然后三天后的今天晚上 我给你留了言 我说你千万不要睡觉 要不然的话被外星人带走了 这个地球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然后还有一点原因是 我家里养了一只狗叫汤包 然后你养了一只小猫咪 叫羊羊 我有这样听说过 喜欢狗的人 就是比较喜欢被爱 但是喜欢猫的人 是希望付出自己的爱 我觉得我们这一点非常互补 所以我选择了你 我得先解释一下 其实你前面的表白 包括你一直有关注我微博 连那串数字都记住了 我能感觉到你是非常用心的 但是我想对我来说呢 如果我选择一个人 我对他也是要承担这个责任的 所以我一定会非常的慎重 在此之前呢 你牌上的信息很多 我可以直接了当地说 几乎没有一张牌上的信息 是可以打动我 或者说我觉得 我们俩之间是有共鸣的 所以即便是站在这个位置 我想我也只能 很遗憾地告诉你 我今天晚上不会跟外星人走 我也不能跟你走 我知道了 但是最后我想提个 小小的要求 我现在心比较凉 然后这里空调也开得挺低的 不知道能不能借你的衬衣披上 然后离开这个场 好 可以可以 谢谢 谢谢你 再见老小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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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